王一博今年首个代言预热,造型曝光很夏天,你们喜欢这个代言吗? 王一博自从演了一部单改剧之后,也让他一月成为了娱乐圈的顶流明星,他在影视剧方面的发展也是势不可当。 在2022年,他开始在影片《长空之王》里面潜心研磨演技,这样也让他在商业代言方面会受到一些影响。 现在2022年已经过去四个月了,但他很少会出现在大众视野当中,就连代言接的也特别少。 如今夏天也快要到了,他也增加了一个新代言,这也是他在2022年首个代言,就是康师傅冰红茶的品牌代言人。 这一点依据康师傅冰红茶的官博中就可以看出,官方之说结识了一位慢热型的新朋友,但是配图上却有滑板、头盔、扑克和悠悠球等。 从这里就能看出这位代言人就是王一博,真是太令人开心了。 其实在这几件事情发生之前,网上就有所传言,现在他已经有几十个代言产品了,许多人对于这一次的代言也并没有表现出过于惊喜的样子,但还是替他感到开心。 根据线下的广告来看,王一博在代言冰红茶的时候穿上了黄色的外套,看起来非常有标志性的医生,装扮显得运动气息十足,这个时候公布代言的消息,也能引得大家在夏天消费康师傅冰红茶。 粉丝们看到这个消息后也会积极购买的。 你们喜欢他代言的这个产品吗?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